美方真是把台湾当成乌克兰 作为前置大陆的武器吗 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 在一场空军会议中说 大陆对印太的威胁是现在就存在 还说大陆军演的规模 大型化 精密化 就是为封锁台湾做准备 接着美国就宣布 拜登上任后第16次对台军售金额 72.6亿 网友纳闷 难道是收保护费的时间又到了吗 军工复合体在背后有非常庞大的利益 美国自然希望他的所谓的盟国 能够花更多的钱来分摊这些军费 总统府说这一次军售主要是航财 零附件休旅回孕 专家说和空军零件维修有关 对网友狂酸 66架F16V我们付了1200亿 美国一架飞机都还没给 我们再花72亿买零件 是要维修哪里啊 只是原来既有的武器装备 也必须要更换 或者是更新的零附件的维修而已 并不是真的新型的战机 或武器提供给我们 美国今年台湾3.45亿美金的军火 竟然是过期 40年的子弹 和发霉的战术背心和方弹板 专家怒吼 台湾得花大钱 帮忙销毁这些过期军备 事实上在行 要我们替他做销毁武器之时 销毁的费用都要我们台湾来负担 捡得破烂你还可以去卖钱 我觉得台湾连捡破烂的国家都撑不上 台湾老不信如果把美国的军售 当为我们救命的稻草 那就是死亡葬身 很冒冒然然的去跟大陆发生这个战争 你是不可承受的后果 那我们也不愿意投降 那为什么不打开一个谈判的路子 美国是和台湾军事同谋 还说双方感情坚弱磐石 但看到发霉的背心和高龄 四十岁的子弹 台湾想追求真正的和平 恐怕还是得靠自己 记者林兴仙 曹天涵 采访报道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